本文作者张鑫文 一部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这一时期,国民党军队的素质低下,战斗地急剧下降。战前训练的金日卫部队,在抗战前期就损失一多半,1929年至1937年,从中央生肖毕业的军官约有两万五千人,但至1938年初,就有约一万军官战死沙场。 一号作战态势图至1944年初,从编制上看,国民党军队虽有340余不齐兵时,总人数达650万之多,但实际能够投入作战的部队并不多。 抗战后期在美国援助下边炼成的金日卫部队,大多集中在大西南和缅北、印度,其中驻印军三个师全部美式装备,在云南的六个师尾半美式化,分别称为安宜部队和外部队,并有第八战区湖宗南的数十万金日卫部队,一直不知在大西卫,又驴围困中共的陕甘宁连区。 而在广阔的华北、华中及华南战场上,却无多少机动兵力可调,一号作战中的日军在河南等数不防的第一战区部队,主力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统帅,而司令长官蒋鼎文并无实权。 担任何防和正面防御任务的既有第四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十九、第三十六、第三十九、第二十八等七,各集团军,共十八个军,约三十万人。 进入1944年,后,由于黄河北岸的日军调动过于频繁,特别是日军工兵部队,猫鱼修复中断六年之九的黄河铁桥。 第一战区据此判断日军会有大规模的作战行动,可能要拦下大通平派线,因而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。 三月中旬以后,降界十连殿第一战区,要求其部署在松山附近与敌决战。 十四日,该战区制定出具体方案。 十八日,第一战区长官部,又根据军力部颁发的较为详细的平派线作战计划,进一步准备在雨县、密县、曲昌、洛河地区同日军决战。 其总兵力有四十三个师,其中二十九个师,担任日南、日北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。 十四个师为机动兵团,演兵于林汝、登峰、玉县、湘城、宝峰、夜县地区,协助防守部队侧击,和保围迁入松山一带的日军。 这一作战计划,是战区长官部根据以往大兵团的作战经验制定的。 这次面对数量庞大的日军,以运回穿插为特点的攻势战略,并未起到任何作用。 日军占领河南温县004月17日午间时分,日军终于发动了日年已久的一号作战。 第三十七师团,助力一步三千余人,携套二十余门渡过黄河。 此日浮晓就已运回深入到中国核防部队的后方,顺利占领中谋县城,并分兵两路,从西南和东南向中国军队核防阵地发动进攻。 担任中谋及其附近地区和防任务的维策边第二十七师,该师成立不久,缺额技多,装备有列,击步枪。 看用者也不足三分之一,所辖三个团,仅有三千余人,派击炮一至二门,机枪武警,加之防去地处平原,无险可守,且杀至土地亦无法构筑攻势,以这样的弱旅,来阻击日军进入部队的攻击,绝无可能。 尽管第一,第三两团,在正面抵抗了八小时之久,在阵地还是被日军攻破,数千日军渡过黄河。 十八日中午,日军工兵在黄河上架起轻便桥梁,日军大队人马远远不断地开过了黄河。 张献文的《中国抗日战争史》第四卷,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,2016年版。 编辑,南京师范大学进现代史硕士生雷小凡。 下期见,请在评论中文字局面下,在评论中文字幕有点评论中文字幕提供数字幕提供、上司数字幕提供用杀限点。